巫统法庭帮催促提早大选 引来各方揣测 这些案件缠身的巫统领袖 想要在大选后争取国家元首特赦 以便逃过坐牢的命运 但是前土著团阶党最高理事卡迪耶鑫 却认为要寻求元首特赦 并不是人们想的那么简单 卡迪耶鑫今天在面子书发文指出 巫统国阵不一定能够赢得大选 更别说单独组成政府为所欲为 而且巫统法庭帮的案件 还在审讯 要撤销案件或特赦并不是那么容易 再说巫统内部也不是所有人 都希望法庭帮获得释放 甚至有人希望法庭帮部分人士 或全部人都坐进监牢 以便清理和恢复巫统 卡迪耶鑫还点出 特赦并不是由联邦政府说了算 设计的单位还包括总检察署 司法机构 首相特赦局和国家元首 他认为法庭帮要求特赦 可能会令巫统自行灭亡 而国家王宫等方面也将面临各种压力 卡迪耶鑫补充 法庭帮以为可以效仿安华 在2018年大选后获得特赦的先例 但是安华的情况有一些不同 首先 安华在特赦前已经坐牢三年 而且罪名属于个人性质 与纳吉SRC和一马公司案 过国殃民的情况不同 而且在安华之前 一些政治领袖虽然也会得特赦 但同样都曾坐牢多年